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设计聊天下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 不从历史开始 而从最近很hot的一个事情开始 那就是那集的那个SRC 那么我们从那边来聊聊 马来西亚的摄影记者 他们的工作是怎么 在案件当中他们去发挥他们的那个作用 设计聊天下 两位现在说起来都是现役的摄影记者 但其实你们都是外媒 跟本地的可能有点点差距 不过工作应该是不会差别太大 因为我们的目标就只是主角 因为其他支持者其实对我们来讲不是太重要 可能Najib来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快的发照片 对 这个跟本地媒体会有不一样 本地媒体就是它要顾及所有的场 就是现场里面的除了Najib主角以外 可能其他的比如说Amazahid 可能其他的那种部长 然后我们外媒的话呢 就会比较针对主角那一部分 就是花絮啊或是旁边的一些事情 你们那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拍摄 也是因为那个人手的问题 我们人手就我们就只有一个人 基本上所有的那个外媒的那个人数 就只有一个人 每一家就只有一个摄影去转 所以变成你看一早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几点啊你们是几点到 我们我听说现场有人五点多就到 其实现场我们听说有五点多 因为他们的公司委派他们应该是在六点的工作 所以他们五点就六点之前他们就要到 我大概是六点四十五分到到停车场 然后警方已经封路在检查车辆 只有有证的才能够进去 那时候大概有可能有三四百人已经在路口 所以我本身呢大概是七点左右到 其实都是你们在找一两个小时 是这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在那边等的 对对比较重大的案件 我们需要早一点到来争取更好的拍摄位置 什么时候警方会封路会在哪里封路 我们也不懂 所以需要是比一般的情况早一点 这种情况跟我们以前就是九十年代 我觉得差距还是不会太大的好找 对反正重大的案件呢 就是我们需要找到是比较有烟 那你们有准备些什么工作 就好像说你们准备你们的相机 准备些镜头方面 有一个我觉得你们那个时代是肯定没有的 什么来的 梯子 蛤梯子啊对 对对对对你讲的对 那天我看了亚欧拿着那个梯子 就整天就开玩笑说我们是修理冷气的 其实方便吗 他们让你们带进去吗 那个停的入口处 然后就算是我们进去里面 马来西亚的法庭是我们不能够进去法庭审讯 庭里面拍照的 所以一般我们摄影记者就只是拍他 到下车的那一刹那走到走廊入口处 因为现在那个MCO期间就有量体温啊 然后他还限制人数 所以他就不带能够太多人在里面 所以就限制了人数 也有到那个证件的问题 我们是在那个停车入口的那个位置 我们排他进去 然后他进去了那个大厦里面进电梯 这有证件的呢 就能够从那个大楼里面到那个审讯亭之前 他可以在那边拍摄 这个事情我觉得要搞清楚 你们所谓的证件是另外一个特殊证件 而不是你们的记者证 对不然很多人听到你们这么说以为没有证件的以后那些布式摄影记者都拿得那么深 特别证件的 特别证件的 就是直接做live的法庭里面审讯然后其他的记者 主要都是记者因为在法庭里面就只能容纳不到20个记者 其他的就是家属啊外交人员啊一些其他支持 一些比较特定的支持者 现在也是mco期间就只有特定的人数能进去法庭的范围 那个大厦范围里面 而我们一般摄影记者呢就是在外面的那个走廊 车厅他从他下车就一般的情况就是他从他下车走一段路 大概你能把握拍摄的时间有多长 正常走路 正常走路 150车 那还蛮远啊 没有没有100米 拍摄的时间还足够吧 那个拍摄的时间还足够吧 大概就短我看10秒 10秒150米10秒走不完啊 没有没有50米 50秒 其实没有50米 我不觉得有30米左右 因为同他下车 如果一般没有太多支持者的时候 其实是很快的 他可能5秒他就到了 其实那天啊 其实是有一种特别的情况出现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上啊 一般上 按照正常的SOP的 他那个Najib应该是坐车停在那个大门口 他从下车到上那边就完事了 但是那边是特别有一种情况就是 他们跟那些什么PAS的领导者一起啊 是从外面那边 从这个SOP的那堆人群里面这样走进来 他的车已经是到了门口了 但是车没有人的 哦 车是没有人的 他就先提早下车了 在外面 他在外面就下车 然后就从他们SOP的人群这样子走过来 哦哦哦 就造成一些有一些烧乱 对的 烧乱 对对 因为摄影机全部涌出去 对对对 然后他自己本身的BODY GUARD 或者是一些他的支持者也在轰动 所以 因为现在是MCO期间 而警方也确实是吃了劲 但是在那个时候你根本控制不到人群 警方人群多不多啊 警方在那边控制的人 其实是不多 他们的目的就是站在那个 EU FU 那个是之后了 就是他们 他们的警力大概20个人在那个小门 他检查你有证监有律师 其他其他案件他分批让我们进去 然后在这个事情 这个Najib走进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全部人都已经在里面站好位置 只有非常少数的摄影记者是在外面 所以当有些人发现他在外面的时候 也有一些场内的摄影记者 TV的就冲出去 冲出去 然后也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警方的人员根本受失控了 就是现场太多人推机 也令到了更加混乱 那个情况 警方后来出动了那个轻刑证报队 就是那10个8个人 就控制那个门 因为他们预防那八九百个人冲进来 这就造成了我们预想的那个画面 其实就破坏了 破坏了我们 不过后来其实还是有 因为我们还是拍得到他从原定他下沉的那个位置 围着一群支持者 但是你们这样突然间他那边有事吗 你们不是全部都跑跑过去吧 然后我们选择不跑 你们选择不跑 不是全部跑啊 不是全部跑 很小的部分 基本上我们所有人都是站在那个三个step的楼梯上面 所以前面也有一排电视的三脚架 所以你去前面拍了 你再跑回来 你是否足够的时间跑上你的位置呢 或者是他那时候已经冲过了 所以为了保险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位置他必须要逼近之路 所以70200 逼近之路来的 就拍他走上来那个楼梯 70200 一直到接近到70mm的时候 我们就换相机 就拍一个全景背景 我会在视频里面放那个照片 刚才都还没有回答我说 你们带些什么器材去 现在跟我们以前搭三元有什么不同 基本上 我们外媒的都会背两台相机 一个就是比较长焦的 一个就比较广角的 所以基本上 这个两个镜头的话 是相当足够的 OK 相当足够的 然后再加上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楼梯了 楼梯了 所以这个楼梯啊 我们在我前一天晚上的时候 我就先把楼梯放在我的车里面 哦 通常几车啊 五六车高还是什么 嗯 当天我们带去的是三个 三级 三级 因为我们也有五级 有一些 有一些太有六级 对 那时候那机区贪污 那个专属那边的时候 我们带七级的 因为实在太小太多人了 哦 我从来没有想过楼梯也会变成摄影机 现在是必须的 现在是必须的 因为为什么 你可以没有三脚架 但是不能没有楼梯 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啊 那个年代的时候啊 媒体没有那么多 对对对对 现在的媒体啊 都不懂哪里来的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现在很多人做live 然后他举起他的他的手机 然后我们不够高的情况底下 我们你就要站高一点 以前我20年前开始用楼梯的时候 是用两个step 现在用三个step 或者是四个step 哦 而且现在会不会说 呃 我我听啊 阿瑶他们说就 呃 好像现在有些assignment 是去两个 一个是拍运照 一个拍video 所以就变成可能一个报馆 就去了两个人了 起码 就是当天 可能不止 谁在我后面 他是光华热报 哦 他同时候要拍video和拍照 哇 我们就觉得 就是这是报馆的问题 这个这个不容易 这个我们以后再开一个topic 来谈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蛮有趣的 他左手拿相 要拿手机 右手要拿相机拍 我们就跟他讲 你 你一定要选一样 你不可能做得到两样东西 就是 到时候就得不尝试 还有你们那天 那天待到几点 到他完毕了 整个时间大概有有多长 就是我们 我们刚才我讲的就是说 可能是有一些五点多 六点进到了 啊 可能到 他出来了 他出来 结束应该是八点 八点半 八点半 那么早啊 晚上八点半 晚上八点半啊 晚上八点半啊 那么你们的饮食那方面怎么解决啊 那现在他们不可能就送你们吃饭喝茶吧 我的习惯啊 就是如果每次那么早出 那么早的工作啊 我是先要去吃打包 先去打包可能云头面 因为附近我家附近那边有个云头面 嗯 然后我先去打包 那天我也去打包给他了 嗯 所以我们先吃一个 我们先吃一个 丰盛的 早餐啊 顶肚子的早餐啊 不过这个也是非常的好餐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有很多人预算啊 原本是说 可能 那就进去了之后啊 两个小时里面 就是 可以进去里面的餐厅 哦 对对对 结果那天原来是不开放 哈哈哈 结果很多早上是饿肚子的 是 哦 哦 哦 所以还好是我们那天有吃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早餐 没有带老板买些东西来宣试一下 哈哈 没有啊 然后 不过后来有一些人 可能就是 在里面的一些记者呢 他们可能会说 帮你们买早餐 在楼下的餐厅买早餐 哦 然后 午餐 就是也是靠里面的记者 帮我们打包 在里面的餐厅 打包那个炒饭 因为我们不能够出去啊 其实你们就是一直守 只能守在你原来那个岗位 你根本不敢离开 对吧 就是一直就是在原地咯 你爸啊 站好了一个角度 那你就守在那个角度 也不一定 因为当时候我们 呃 是预算他什么时候会出来 因为进去已经进去了 嗯 就要等他出来 他可能会有记者找到会 所以电视的同事 他们就已经set好一个mind stand 然后大家在大门口 主要大门口 主要大门口那边 准备他讲话 或者是他的律师讲话 啊 所以我们摄影记者呢 好像我们的想法就是 哎 我们可能可以把脚 那个楼梯放在 他的车的后面 对面 嗯 就是拍他楼梯再收下来 上车之前他应该会回首 这是我们的预想预设 对对 所以如果 但是后来也是真的是这样子发生的 他跑去那个 呃 台湾律师 对对 所以我们还是坚守自己的岗位 站在那个楼梯那边 他的车已经停好了 嗯 但是发生的事情就是 他又上车之前 他又去他门口外面的支持者去握手挥手 又造成另外一阵的混乱 嗯 那个时候更更恐怖 因为晚上 啊 有人挤人 其实外面的支持者剩下不多 可能30个 更少 啊 其实拿车出来的时候啊 去见那个支持者的时候啊 发现事情啊 那个有一个摄影记者在 混乱中 跌倒 跌倒 对 哦 就是我们紧张紧张要啪啪啪 可能后面有一些东西 他没有 OK 看不到的嘛 所以不小心就是这样子 嗯 也是常有的事情 对对对 常有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如果我们是站在楼梯上面 就要更加小心 你的前后还是 你真的要掉下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要往哪里去跌 对对对 因为我记得在那时候 Najib的Case第一天的时候 有大量的摄影记者倒下来 第一天是在 也是这样多大 那时候我那天也是 我也敲伤了脚的 哦 那个是 那时候因为警方没有采取行动 把支持者隔在外面 所有支持者也在里面 所以那时候就造成了 非常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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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摄影机的角度来讲 就少了那个气氛 怎么说呢 不明白 呃 比如说他走下来 嗯 现在四周围围住的只是 就是可能少量的 三十个摄影记者 哦 电视台 但是如果在他有支持者 可能有两百个支持者 哦 你的照片就很不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的 我们其中一个旧同事 他从那个柱子上面拍 拍一个广角 哦 是围着三四百人围着他 嗯 所以那个场面就很壮观 对对对 然后也就在网上就被人家讲了 哇 你看很多人在那边啊 没有大家都没有守那个 哦 那个是之前的 那是之前的 哦 那么他有一个点哦 厕所怎么解决啊 啊 原本呢就是我们也不懂 我们要去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原本一般上平时我们的作业呢就是 我们可以进到去大楼里面 然后厕所就在candy那边 哦 因为后来他是candy也不让我们进去嘛 嗯 所以很多就有这个这个痛苦 嗯 所以他们有时候 哎 starting的时候讲说去candy那边的那个 那个厕所 嗯 结果是发现了是不给了 但是后来他们 允许我们去另外一个 呃 大楼的右边那边有个厕所 所以 基本上是解决了我们厕所的问题 哦 但是你要离开那个岗位 会不会心里面有一点压力 哎 不懂他会不会现在出来 其实还好 还好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 因为现场里面记者在现场看那个 啊 TV room的时候 他们会不停的做那个新闻滚动 啊 报导 然后我们就从那个新闻滚动 报导 或者是一些内部的whats app group 里面 就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就算当时候是 案件 审讯完了 嗯 也一段时间他才出来 啊 这跟我们以前好像有点不一样 那记者快快出来通知我们 嗯 在那个环境底下 我们跟外面的人是差不多一样的 嗯 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我们也不懂庭内发生什么事情 嗯 法官讲了什么事 我们其实是不懂的 对对对 我们跟外面的人也是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会跟一些 啊 我们认识的那些记者是不是 嗯 会再主动的去问他 里面的什么一些状况啊 嗯 嗯 然后就是说 我们会 让他们 不断的给我们跟进里面的一些罪行的事实 嗯 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东西 嗯 这跟以前应该都是差不多吧 有些我们啊 我还记得以前 呃 去法庭的一些判决 通常都是 里面记者出来 哎 拍那个黄衣的黄衣的黄衣的 那个绿衣的绿衣的 绿衣的 现在科技不一样了 来谈一谈你 其实你们 从早上到结束 整个工序 你们是在做什么 是怎么开始怎么结尾 然后回去 你们怎么把那些照片 或者是你们的那个新闻发布出去 呃 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呢 就是在 啊 过程里面呢 嗯 我们把 那当主要是Najib 进到去主要的大楼 法庭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 就是发 那一轮的 第一轮的照片 第一轮的照片 然后 在中间的时候呢 当 法官宣判 Najib有罪的时候啊 然后 他的支持者在外面 情绪很激动 然后又引发我们 这个摄影记者呢 就涌出去 又在拍第二轮 然后再发第二轮的照片 然后接下来 这中间里面就没有什么事了 嗯 就大概是中午到 晚上六点多七点 是没有什么事情 嗯 就基本上就是在那边 就干等而已 嗯 然后我们 甚至干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耍评啦 去看一下什么新闻 最新的新闻啦 然后要不然就是 啊 就是我们去买一些饮料来喝啦 上上洗手间啦 基本上就是做一些这样的东西罢了 然后到了Najib 第二 啊 结束了 他按键结束之后 他出来 那时我们又 又在忙一轮的时候呢 然后在我们 再发第二轮照片 就基本上就结束我们的工作了 嗯 其实在这个Najib的事情 之前我有一个考量 因为现在 呃大家都知道 我们用相机的高感度很好了 嗯 所以 我已经超过一两年 我没有用闪灯了 嗯 那一天我就在想 哎 我是否应该 我在之前一天晚上 收拾起来的时候 我就想到 还是带一个闪光灯去吧 嗯 因为我在想如果 外面下大雨 我们在室内 然后都很黑的时候 有一个闪光灯 比较保险 虽然出来的照片 效果不太好 嗯 而确实到最后 我用的照片是 闪光灯 没闪的那一闪 那一闪 因为刚刚好有一些 TV的同行 他的video light照着 嗯 但是在保险的情况底下 我还是必须 有做做好我的措施 准备就是闪灯 或者是第二 另外一个我也听到一些记者讲 哎我带了三个充电宝 嗯 这些就是一般外面的人都不懂 哎你怎么度过十二个小时 我在里面 除了吃喝啦 对 看看手机 对 而且那时候MCO 然后我们也大家也尽可能 保持了一点的距离 就是你说这个事情 我就想 你说整个变革 以前我们摄影记者的标备 闪光灯 发展到今天 楼梯好像变成你们的标备 而闪光灯的那个重要性 是减弱了 当然这个是因为科技的发展 没有 除了刚才我们讲到楼梯之外 刚才他讲的一个也是很重要的 充电宝 哦 充电宝 啊 除了什么用途啊 就是充电宝 啊 你们没有 充电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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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的充电宝 可以充 充电三个小时 好像我那天的手机充满 我过程里面我也充电我的手机 但是还不是很福利的那种 到最后我的手机还剩下10多 20%电而已 就是你的相机一定要有电 你的手机也一定要有电 对 你的手机没有电了 你的相机有电 可能你也与外界失去联络 或者是你不能够用手机的 那个网络来发照片了 对对对 刚才他讲到闪光的 我补充一下 其实我之前我一直认为 这个case 可能是我们对 那个法庭的程序 我们不太了解 我一直以为 基本上我们半天 我们可以走 我以为就是 可以去到那边 等到法官宣判 大概没多久 在中午这样我们就可以走 所以我就没有带到闪灯 所以还好我相机 那个有可以开启闪灯的 那个功能 所以还好我可以 可以发挥到那个作用了 其实对我来讲 我当时预算最坏的打算 就是外面下狂风暴雨 最坏的打算 那天有下雨 有下一点点雨 就是我们原本站的位置 我们放楼梯的地方 下雨我们就跑进去稍微里面一点 但是我觉得当时最坏的情况就是 狂风暴雨 然后我们要怎么工作 所以我在我的背包里面 我也放了一把 其实我背包一直都有一些 disposable那种雨衣 然后我当天也带了一两瓶咖啡 然后带了充电器一大堆的东西 就是无论我要挨到两点中午 或者是挨到晚上六点七点 但是当然我没有预算会这么久 说实话 只不过 我知道我的电池 我相机 我的手机 我是可以挨的 因为做我们这一行 可能你到时候回家的路途中 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你就要再过去了 所以如果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用尽的时候呢 然后有再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要再去赶赛场 你就完蛋了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量的东西 OK 那么怎么说呢 你们两个现在一个在美联社 一个在新华社 那到最后你们还是要往那个照片 往你们的总社去发布对吧 但是每一次你们选的照片有多少张 那么通常一般上你们就给他们发回去多少张 然后他们选用的可能就通常就只有一张到两张 对吧 也不一定了 然后是 看情况 其实因为美联社我们是新闻 新闻为主 所以通常我需要很快 就是Najib进去了 然后我们的新闻已经准备好 OK 那就已经到达法庭 然后他今天是他的审讯 SRC的中审日 然后那个story就会出 然后我就要马上 其实当时候我面对了一个问题 现场太多人的网络 我在现场传不到 我需要走到去那个接近篱笆的位置 那边就能够传了 所以当时候其实第一时间我们的新闻出来的时候配的是我两年前拍案件的第一天的照片 哦 因为我们之前出了一个图片集 这个档案照啦 档案照 然后我的照片在大概十分钟之后才传到 所以他也是迟了一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很多人都不懂 就是你发照片而已 你就在现场发 其实我走五十车 可能那个讯号就已经差很远了 哦 然后我发多少张照片是基本上也要看我能拍到多少 因为从比如说一般的情况底下 他从他的汽车下车到进入里面 你可以拍很多 但是大致上都一样啊 对对 或者是有一些外支持者被挡住了还是怎么样 所以一般的情况底下三张四张 所以可能中间再加一些支持者的照片 在晚上他离开了 当天我记得我大概传不到十张 那天他去见支持者你有跟着去吗 晚上离开的时候 去见支持者的时候 有 但是非常混乱 我有拍的有一阵子的是他距离我可能不到四成 因为我二十四王角镜头 他基本上就是占据了我的镜头 什么是画面 画面里面 但是就因为是晚上 也有人的TV的like 然后完全看不到多少支持者 肢体语言没有 所以到最后我就没有用那个照片 其实我当时候是有一点犹豫 我到底要不要过去 因为毕竟是人挤了 对 挤很挤 所以很挤 我觉得还是要保护自己 所以当时候也是有人跌倒 要保护自己 好了我觉得这一期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么就到此为止吧 那么我们下一集再会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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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